娱乐中心林伟番报导58岁名嘴蔡玉珍精撰健康 红灯紧急动手术 宣布永远退出谈话性节目 图设字蔡玉珍脸书58岁名嘴蔡玉珍先前于周玉寇 台北市长选举期间爆料前中华民国小姐冠军 书娟和参选人蒋万安的父亲蒋笑颜滚床 点名就是精华文案与主角 让张书捐分而提告周 妨害名誉 北俭将二人列为他自案被告 没想到是隔四个多月后 蔡玉珍精传健康亮红灯紧急入院动手术 并宣布永远退出49到57台的谈话性节目 58岁名嘴蔡玉珍精传健康亮红灯紧急动手术 宣布永远退出谈话性节目 图翻设字蔡玉珍脸书蔡玉珍今天在脸书写到纪念历史上的这一天 我宣布加入武胆联盟 今天起 我不再是胆大包天的媒体人 也不是胆小鬼 而是武胆之人 上帝眼中心造的人 两位权威的主治医师亲自来寻防 开口说 你胆 唇299 正常是200以下 你是不是吃太好不运动 这个数 要靠降胆固唇药才能降下来 早餐后通腹 下午 试镜顺便切除吸肉 后面排合瓷共振 再切除胆 后面继续提醒 看过影片 你的吸肉长在胆囊 一公分以上我们就建议切除 不然 恶化之后 跟赵宁一样 认识赵宁吧 那个赵茶坊 胆囊肿瘤没怯 走了 是啊 赵宁2008年65岁胆囊癌离世 胆囊 不是没啥用吗 还变成胆囊癌媒体界的天选之人 红极一时的主持人赵茶坊 一转眼 15年前了 蔡玉珍先前向张书捐道歉 强调自始至终无意 出真正的女主角姓名 图资料照蔡玉珍接着写 所以 像国伟说的 我们何其有幸在老孙的年代 为全台湾最有尊严的媒体记者是啊 老孙让财 人成为最有Gods的记者 任何一位超级大老板的心 只要属实 就不怕他施压 不怕抽广告 当时写证明 写王永庆 写张荣发任何施压都没有用 不管要抽多少广告没在怕 现在 媒体到处可以买 哪个老板不干涉新闻 全台湾再也没有第二位 我们共同最敬爱的老孙了 做记者能遇见老孙 公逢其胜 值得了 所以 既然成为武胆之人 我也宣布 即日起 直到永远 不再参与任何49到57台的谈话性节目 尤其和任何政治人物有关的议题 我从此成为武胆联盟 新造的人 匡应 鼻子 神 归 这 蹤 我有 悂 让 曾 归